嘉義縣阿里山茶山 呼呼涼亭節19號熱鬧登場 不少遊客慕名前來 除了有在地農特產 傳統手工藝體驗外 涼亭節也代表鄒族的分享文化 因此族人也在自家涼亭 設置互動遊戲 讓民眾了解鄒族的分享精神 非常舒服啊 因為這個節日 因為我們平常做事情很忙 來這邊變成很休閒 又親子活動 可以知道他們的文化 第一次來到茶山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邊的那個居民 原住民都非常的熱情 感覺到來這邊非常溫馨 茶山部落其佬表示 早期鄒族因為是室內葬 加上家中有祭拜小米城的習俗 進入屋內必須嚴肅莊重 因此要招待親友分享獵巫等 會在戶外的呼呼涉亭來進行 因此成為獨特的文化 就是說我抓到山豬 就帶到赫福 部落的人就全部來 大家一起吃這個山豬烤肉 或者是煮的 結婚了也沒有包紅包 就是大家穿著漂亮漂亮的衣服 跟新郎新郎說 分享完山豬也說 好感動 好喜悅 好快樂 那我們主要的活動就是我們在 家家戶戶的涼亭 它都會有一個分享體驗 打麻糬也好 或者是愛玉的一些體驗 然後我們遊客就帶著這個 闖關地圖 然後去每家涼亭做一個分享 茶山部落是以鄒族、布農族、 漢族融合的部落 延伸出獨特的涼亭文化 民眾想參與 只需說聲 就是體現鄒族的分享精神 原則新聞南部嘉義阿里山採訪報導